同桌一百,同桌一百,祝你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齐老师 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课文手指 同学们,我们首先来猜一个谜语 请大家看这样一个谜语 两棵小树十个岔,不长叶子不开花 能写会算还会画,天天干活不说话 同学们猜到这个谜语的谜底是什么了吗? 对,谜底就是手 相信大家都猜对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有十个手指 我们看似普普通通的一双手 可是啊,这手指在风子凯先生的笔下 却别有一番意义和韵味 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走进风子凯先生的手指 先来了解一下作者风子凯 风子凯,原名风润,风人,浩,自凯 浙江崇德人,我国著名的漫画家 散文家,美术教育家 他的主要作品有 圆圆堂随笔 圆圆堂再笔,随笔二十篇 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帅真集,等等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走进这篇课文 在朗读课文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篇课文中 需要我们认识的注意的这些声字 请大家看 这些红色的字就是本课要求我们认识的声字 那么我们先要读准这些字的读音 请同学们看 随着老师的出示 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 母指 母是这一刻的声字 第二个词语 骚痒 会物 会读四声 这个字读 这个字读 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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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把它读准确 在这里它读三声 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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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貌 周苍 苗小 享乐 富庸 爱增 大家一定注意这个字音 平时 平时有很多同学容易把它读成四声 爱增 一声 暗 弦 沁 电灵 在这里 沁 其实就是暗的意思 沁 电灵 窈 窈 两个字都读三声 但是读这个词的时候 第一个三声发生变调 就读成了窈窕 最后一个 薄 若 在这里 薄 读成二声 注意它的读音 好了 同学们 现在 就请同学们 把这些词语和声字 看着拼音 用心地读一读 记一记 现在 没有了音节的提示 你还能准确地 把它们读出来吗 请大家 自己试一试 练一练 认读了这些声字 那么 接下来 就请大家 出声朗读课文 注意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读不通的地方 请你倒回去 再重读 直到读通为止 好 请开始吧 同学们 认真读熟了课文 那么接下来 再来检查检查 读完课文之后 本课 要求认识的 这些声字 是不是牢牢地 记住了它 下面 就请跟着老师 一起来读一读 看你能否准确地读出来 拇指 骚痒 会物 压伤 拧螺丝 钮扣 相貌 周仓 渺小 享乐 富庸 爱增 暗闲 沁电灵 窈窕 好 薄 薄 薄 相信大家 能够熟练 准确地 读出 这些词语 和声字的读音 刚才我们读到的 薄 若的薄 是一个多音字 那么我们看 它一共有三个读音 在本课中 它读薄 薄 薄弱 单薄 浅薄 还有厚词薄笔 它都读薄 这个字音 它还有一个读音 读薄 就是厚薄的意思 薄的反义词相对的 就是厚 所以我们可以组词 薄纸 薄饼 薄片 它的第三个读音 是四声 薄 这有一个固定的词语 薄荷 在这里 我们一般把和读成轻声 薄荷 好了 同学们 这是本课出现的一个多音字 请大家记住 这个多音字的三个读音 并分别给它主词 接下来我们看 本课要求我们会写的这些声字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声字 首先你要把它读准确 那你能准确地读出它的拼音吗 自己来试一遍 好 那么现在加大难度 我们能不能读出这个字的读音 并分别给它组个词语呢 请同学们自己试一下 这些声字 第一个母 母指 第二个骚 第三个养 组成一个词 骚养 第四个会 污会 会物 亚 亚伤 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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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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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扭扣 扭带 扣 扣住 紧扣 扣子 都是这个扣 帽 相帽 外帽 仓 仓库 苗 苗盲 苗 苗 扬 扬 享受 享乐 拥 平庸 增 增恨 增悟 好了 读准了字音 那么我们看看 在本课要求会写的这些生字中 有哪些字需要我们大家注意呢 写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的是这个字的哪一笔容易写错 来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字 母 请大家注意 这个字 左右结构 提手旁 右半部分 写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笔顺 竖折 横折 勾 你看 横折勾 要拉长一些 竖折在这里和横折勾交叉的地方 竖折要透头 然后点 中间横 再最后点 注意横 中间的横 要两边出头 这个字是提手旁 我们看 在这篇课文中 还有几个提手旁的字 拧 扣 还有骚痒的骚 提手旁的字 就说明这个字的字意 它都是形声字 跟手有关的 跟手有关 手要做的动作 所以呢 这几个字 它都是表示动作的词 那我们看看 骚 这个字 写的时候 它的右半部分 上面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 它的笔顺是横撇 那最后再写里面的点 好 我们接着看 这个字 拧 写的时候 注意上面 右半部分 上面 第三笔 是横 勾 不要写成 横折 另外 这笔横 不能写得过短 短了就很难看 那么 我们看一下 仰这个字 大家要注意 它是一个 病子矿 这是大家 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么 看看 还有 哪个字 需要提醒大家 呀 大家看 这个字 是车子旁 车子旁 它的最后一笔 要变成 提 同学们看 提 这一笔 它的 这是一 二 三 四 它的第三笔 车子旁的第三笔 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变成提 另外 另外还有 螺丝的 螺 从 这一笔 变成不手的时候 也要写成提 我们再来看 这里面 相貌的 帽 这个字 这个字 哪些地方 需要我们大家注意呢 首先 这是 点 点 撇 同学们要注意 这个地方 不再是三个点 而是两个点 点 点 撇 第四笔 第四笔是撇 写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另外 它的右半部分 上面是白 写的时候 里面不要加一横 我们再来看 享受的 想 下面是子 这一笔 横 不能丢掉 这一笔 横 要稍微 拉长一些 还有一个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拼 雍的雍 我们大家看 雍这个字 它的最后一笔 是数 来 跟老师一起 我们来写一写 这个字的笔顺 点 横 竖撇 横 折 横 横 竖 横折 勾 横 横 最后一笔 是长 竖 这个笔顺 规则 同学们 一定要记牢 最后一个字 是 憎 憎恨 憎恶的憎 注意 它的右半部分 这两点的写法 都是从上 这个是由上往右下写 这个是从右上往左下写 好了 同学们 这就是本课 要求我们会写的生字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行进字 需要我们大家注意 同学们看 扭扣的扭 是我们本课的生字 它是脚丝旁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换成 提手旁 就是扭动的扭 它就变成了动词 如果把它换成金字旁 就是电扭的扭 憎恶恨的憎 是我们本课的生字 这个字 如果我们把它换成 被子旁 那么它就变成了 赠送的赠 变成剔土旁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 增加的增 所以同学们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区别这些行进字 好 那么下面我们给这些字 进行一下归类 上下结构的字 仓和享受的享 半包围结构的字 养和拥是半包围结构 那左右结构的字 有哪些呢 左右结构的字是最多的 母 骚 这都是左右结构的生字 好 为了便于大家记忆这些生字 现在呀 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 老师点出来哪个字 同学们就读出这个字的读音 并给它组一个词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来 这个字读 母 母指的母 弦 弓弦的弦 按弦的弦 这个字读什么呢 对 读沁 沁电铃的沁 这个字是 骚 骚痒的骚 这个读作 咬 这个读作 咬 窈窕的咬 这个呢 读作 挑 会 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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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 车子旁的字 压伤 这个读作 拧 拧开 拧螺丝 那 这个呢 对 它读作 扭 是 扭动的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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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扭 来看这个字 仓 仓库的仓 这个读作 薄 薄弱的薄 在我们的课文里 它读薄 这个是 庸 平庸的庸 这个呢 读作 憎 憎恨的憎 好了 同学们 刚才 我们学习了 这篇课文中的 生字 还有我们 要求会写的 这些字 下面就请大家 拿出 你的练习本来 把本课 要求会写的 生字 在你的本上 各写两遍 这里面 容易错的 几个生字 比如 平庸的庸 憎恨的憎 还有 拇指的母 这些生字 在写的时候 请大家 可以 多写两个 好了 同学们 请开始吧 好了 同学们 刚才学了生字 那么接下来啊 为了便于 大家理解课文 我们还要过 词语观 请同学们 根据词语的意思 在文中 找出 这些词语来 好 找到了吗 来我们看 哪个词的意思是 美好的样子 你找到了吗 对 就是 窈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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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来形容 人的身材 身材窈窈 就是身材很苗窈 很好看 美好 第二个 肮脏的东西 这个是指 哪个词呢 嗯 对 就是 会 会 语 形容 气势宏大 堂皇 很有气势 堂皇 只生活在 忧郁的 环境中 这是哪个词呢 对 就是 养尊 处优 它的意思就是 生活的环境啊 特别的优越 特别富裕 在这样 忧郁的环境中 生活 我们就叫 养尊 处优 扶住 衬托 就是 扶衬 那最后一个 依附于 其他事物 而存在的事物 我们叫什么呢 这个词就是 附 拥 好了 同学们 本课这些重点的词语 理解了 会更加方便我们 读懂课文的内容 那接下来 就请同学们 快速的 朗读课文 找出文中的 总起句和 总结句 用笔 把它们 画出来 好 请开始吧 好了 同学们 你找到 总起句了吗 我们来看 这篇课文中的 总起句 就是这句话 一只手上的 五根手指 各有不同的姿态 各具不同的性格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他在课文的第几字案段呢 对 他在课文的第一字案段 这就是 总起句 那么 总结句呢 你找的总结句 对了吗 是这句话 手指的全体 同人类人群的全体一样 五根手指 如果能一致团结 成为一个拳头 那就根根有用 根根有力量 不再有什么强弱 没丑之分了 这在课文的最后一字案段 这就是课文的总结句 好 同学们 你找对了吗 那就请你再来读一读 这篇课文的总起句和总结句吧 接下来我们要来理一下这篇课文的层次 请同学们来把课文分成三个部分的话 该如何来分呢 刚才我们找到了总结句和总起句 那么根据这个提示 你能分清楚课文的层次吗 大家来试一试 好 那来 我们来交流一下 把课文如果分成三个部分的话 那么第一部分 就是指课文的第一字案段 它是在写五根手指 姿态不同 性格各异 既然它是全文的总起句 那么这一段话 我们就可以说是总的来介绍这五根手指的特点 第二部分就是课文的中间部分 是二到五字案段 这一部分内容呢 就是具体的描写五根手指的不同特点 那么如果第一段是总起总结 是总起总的来进行叙述 那么中间的这几个字案段就是分开具体的来描述描写 最后一部分就是课文的第六字案段 他写手指团结起来力量才会大 我们刚才找到的总结句就是在说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一段话又是把全文总结了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作者的结构安排就是 总分总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 一个结构来写的 好 那我们首先来走进课文的第一部分内容 请大家看第一字案段 每个人都有十根手指 我们看这里面大拇指 食指 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每只手上都有这样的五根手指 来读一读第一字案段 看看作者是怎样来写的 好同学们 那你觉得这第一字案段在课文中起什么作用呢 对 这在文中是一个总起段 因为它放在课文的开头 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总结段 它是总起全文 这叫总起段 总的来介绍五根手指的特点 刚才我们也找了这句话 是全文的一个总起句 它也叫中心句 那我们来读一读 这五根手指 每只手上的五根手指 它们总的特点是什么呢 作者总的是怎样来介绍的呢 来我们一起读 一只手上的五根手指 各有不同的姿态 各具不同的性格 各有所长 各有所懂 同学们 五根手指 每个手上的五根手指 各具不同的姿态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那么这句话是在说什么 你看它是从几个角度来说的呢 首先姿态各不相同 然后性格各不相同 而且它们有长处 也有各自的短处 那么这一段文字 在课文中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首先它总领全文 然后呢 这样写 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奠定了感情的基调 这就是开头总起断它的作用 好 那么请大家再来读一读这段话 同学们 下面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练习 关于手 有很多很多的成语和四字词语 那么我们大家课下可能也积累了很多 那你能够来填一填这些词 填一填 你能来填一填这些空 猜一猜这些成语都是什么吗 请大家自己先来试试 好 来我们看看你填对了没有 第一个词 第一个词 食指连心 心灵手巧 屈指可数 指手画脚 袖手旁观 爱不释手 握手言和 得心应手 这些都是有关手的成语 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课下也可以去收集 有关于手的四字词语和成语 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学到这儿 同学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